秦操以兰操中记载 孔子自为烦鲁 银骨之间见香兰独冒 泰然问 魏兰探约 自兰当为王者乡 兼独与种草为伍 称之为王者之乡 这句话流传至今 足以证明中国兰在历史无化上所占的地位 兰花是中国十大花卉之一 有着天下第一乡的美誉 兰花的香气是人们对于兰花的主要见赏之一 那么由网上流传 兰花中有世纪都可以开的兰花品种 这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兰花中没有世纪可以开花的品种 国兰七大类里面有 春兰 惠兰 建兰 墨兰 寒兰 联邦 春剑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各自的花期 春兰花期11月份到3月份 每年开一次花 惠兰花期12月份到4月份 每年开一次花 建兰花期6月份到10月份 每年开1到4次 墨兰花期11月份到3月份 每年开一次花 寒兰花期8月份到11月份 每年开一次花 连伴花期12月份到3月份 每年开1到2次 春兰花期1月份到3月份 每年开一次花 那么在七大国兰里面 世纪兰花期比较长 一年可开1到4次 并非是一年世纪都开花 所以说兰花中有一年世纪都可以开花的兰花品种 这个是属于谣言 是不存在的 那我们再给大家举例一下 有哪一些网上流传的品种 但实际上这些是不存在的一些兰花品种 首先我找到第一个春兰的宝莲灯 这个是我在某宝上找的 春兰的宝莲灯 看它这个图片 我们看第一个 看到这个图片 看起来还真的是挺好看的 猪形小巧可爱 花开了为一个荷瓣花 然后舌上面是一个红舌 看它的这个图片效果 还真的是挺好看的 但是宝莲灯有 但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虚假存在的一个兰花品种 早前有出现过宝莲灯这个兰花品种 它开了其实是一个外半围 一个非常艳丽的一个花色 然后是属于一个多半性的一个企划 问世的时候 疫苗价格应该在30到5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 目前在市面上的存活量是非常非常少 几乎是疫苗篮球的一个状态 那还有一个品种 蓝宝石 这个品种的话 当时在网上那是流传的 疯狂流传的 因为它这个花色是太独特了 目前在兰花里面的一个大类里面 还真的没有哪一个花开是属于这样子非常遥远的一个蓝色花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后期的一个图片效果 实际上是现实是不存价的一个蓝花品种 所以说被这个花色所吸引的蓝油 并且已经把它购买带回家 那么就相当于想想业就好了 不要对它抱有希望了 以免到时候空欢其一场 那么再来举例一个蓝花品种 紫月盒 紫月盒花色的话是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紫色的 外半蓝花是一个核型的 这个是后期的人为处理的一个图片 那么这个品种是网上杜撰出来的一个品种 在果然的兰花里面 紫月盒这个品种是并不存在的一个品种 那么今天跟大家讲的兰花并没有世纪开花的品种 兰花里面的兰宝石 紫月盒 宝莲灯是不存在的品种 希望兰友们在养兰的路上扫走万路 那么没有点关注的兰友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